东方人说 谋士在人 成士在天 西方人说 天助自助者 尽管每个人心目中的天并不相同 但都承认 单靠自己成不了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美国名将巴顿是欧洲盟军统帅 艾森豪麾下最桀骜不驯的战将 战场上 他以身先世俗的风范激励将士 以快速凌厉的攻势碾压敌军 巴顿认为 两军对垒 勇敢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此行事高调夸张 头顶闪亮钢盔 标查象牙柄手枪 脚灯高通马穴 他的吉普车前后 会有超大的军阶标牌 派有高音喇叭宣布他的到来 德军将领敬重巴顿 胜过其他任何一位盟军将领 希特勒称他是疯狂的牛仔将军 德军大将约德尔说他喜欢搞大动作 感冒大险而获大胜 巴顿指挥的第三军团攻进德国境内后 所向披革 指挥部担心他兵力不够 命他绕过特里尔镇不要进攻 当命令送到巴顿手上时 特里尔镇已被攻克 他回殿说 已经拿下特里尔 后面又挖苦地说 请问 你是要我还给德军吗 顶头上司对他真是又爱又期 这样一个让敌军丧胆 有军嫉妒的战将 会向谁屈膝低头 随军牧师奥尼尔回忆 巴顿曾对他说 我是一位忠实的基督徒 一个人要得到将要的东西 要做出三种努力 周密的计划 辛勤的工作 和虔诚的祈祷 在计划和执行中间 存在的未知的东西 决定着胜败输赢 有人称之为运气 我说是上帝 德军将领只看到巴顿快速凶猛 地动山摇的装甲部队 不知道 他最强大的力量来自天上的父神 巴顿出生在加州 圣马利诺是一个传统的军人世家 基督信仰根深蒂固 巴顿家族一直在这座教堂里做礼拜 成年后的巴顿 每次回到家里都到这里做礼拜 对神的敬畏贯穿巴顿一生 1944年12月 德军集结25万兵力 发动了守护莱茵河战役 攻势凌力 使盟军猝不及防 美军101空降师 炫入重围 艾森豪 急领巴顿率军解救 巴顿迅速出击 但北欧正值天气最恶劣的冬季 阴雨浓雾 使美军飞机难以展开攻击 巴顿请随军牧师 写了一段祈祷词 万能而又最仁慈的主啊 我们谦卑地恳求您的大恩 约束这些我们不得不面对 而且毫无节制的降雨 给予我们战斗的公平天气 优雅地倾听 我们作为士兵向您的请求 粉碎我们敌人的压迫和邪恶 建立起你那人与国家之间的正义 阿们 巴顿签发后 下令打印二数万章 第二天 全体官兵在领取食品和弹药时 还领到祷告卡 巴顿又给将士发了一份倡议书 他非常具体地写道 不仅是在教堂祈祷 而是随时随地地祈祷 行军时要祈祷 战斗时也要祈祷 我们必须确信上帝与我们存在 祈求仰望 我们才不会战败 祷告之后 天气果然很快好转 三天后 第三军团到达巴斯托涅 解救了被困的美军 之后巴顿写道 这是我们这场战争中 最杰出的成就 巴顿并不贪天之功 他说 主帮助我 而且看到我完成使命 但我个人微不足道 七十多年过去 巴顿将军的话 还是那样有鉴定 这世界祈祷的人 应该多于打仗的人 如果这个世界越来越糟 肯定是因为打仗的人 多于祈祷的人 为了世界的和平 让我们都做祈祷的人 每天一点点 世界大改变 订阅就是支持 转发也是宣教 请您继续关注新式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